前幾日 河北省保定市多條公交線路停運 仍在營運的公交車不及過去高峰時四分之一的運力 使近千萬人口出行異常艱難 事件一度成為微博熱門話題沖上熱搜 這段視頻顯示 前些時候 有網友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諮詢 保定停運的公交線路是否還有望恢復 如果恢復 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購買新公交車 該網友表示 現在韓莊街市民門口 唯一一輛18路公交車一直停運 出行沒公車可坐 一直在期盼公交能正常運作 但公交公司回應表示 暫無力恢復 據官媒《江廣網》7月12日報導稱 記者前往保定實地走訪發現 不僅部分公交線路停運 市民要繞選坐車 正在運行的公交車次也大幅減少 市民等車時間延長 保定市公交公司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該記者 現在是要車沒車 公交車從原來的1300多台 減到333台 有800多輛車的電池的確是不好了 一年半以前就這樣了 在保定公交公司工作十多年的司機張卓說 車少了等車時間就長 等個三四十分鐘 四五十分鐘都很正常 據保定市官方網站顯示 保定市首都北京的南大門 常駐人口1143.72萬 這意味著上千萬人口的城市只有333輛公交車擔當著人們出行的任務 艱難程度可見一斑 據澎湃新聞報導 去年11月 保定市公交公司曾發公告稱 受疫情持續反覆影響 市公交公司經營舉步維艱 為了緩解經營壓力 公交公司於11月15日起 臨時停運了8條線路 今年6月27日 河北保定交通有線公司回覆網友詢問 自2020年初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 公交客運量驟降 公交運營收入不足正常經營的30% 並開始處於低迷狀態 公交公司經營資金異常緊張 同時 首批購置的純電動公交車動力電池已超出保置期 存在安全隱患 已不具備安全運營條件 被迫全部退出營運 公交運力安排受到了嚴重影響 資料顯示 保定市公共交通公司始建於1963年 屬於國有獨資企業 擔負著保定公共交通及城市停車管理的職能 保定市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官媒《央廣網》採訪的記者說 公交公司不屬於盈利單位 靠勢力給財政支持 但是補貼遲遲沒有到位 公司正在全力向上級部門反映情況 希望停運的線路能盡快恢復運行 這個停運事件惹來民眾熱議 很多人提出自己的質疑和看法 眾說紛紛 說法不一 首先針對保定公交公司電動車電池報廢問題 這位被網友稱為人才的採訪哥通過自我採訪 就是自己和模擬另一個人對話的方式發的視頻很詭諧有意思 道出了電動車背後的真相 那咱們保定自己的公交車 壞了 原來有1300多台 那壞了幾輛 壞了1000多輛 那不基本就是全壞了嗎 還有300輛 能夠勉強用著 壞了1000多輛呢 都是純電的 是吧 運營一段時間之後該換電池了 那為什麼咱們不換電池 換不起 一輛車換電池需要18萬 這麼貴 咱們當時為什麼要買這個純電的公交車 是因為環保 因為有補貼是吧 一輛公交車給補貼100萬 就這破玩意兒要賣100萬當時 不止100萬 自己還掏了幾十萬 當時我記得正在使用的是一種燃氣公交車 可能也就幾十萬 就算咱們當時如果要是那個柴油的新公交車也就30至60萬 不能這樣想 補貼不能不要 那不是傻 主要也是因為價格太透明了 就不合理了 就這段掐了別拨 好的好的 就咱們當時沒想到就這車的質量 2015年買的 它說是 報費標準是13年 這才8年 電池就不行了 那您覺得是什麼原因 商用車跑得多 咱們正在彎道超車 電門的一直踩到底 不能鬆開 咱們已經把一些電池出問題的車給它處理掉了 賣了200多台 那100多萬的車賣了200多台 那得不少錢吧 只賣了1000萬出頭 平均不到6萬一台就賣了 那它8年的折損率是94% 那這折損率夠大的 再談到電動車安全問題 採訪哥自我採訪也很魔幻 一開始 採訪哥問純電車安不安全 自我模擬另一個人很篤定地說 很安全 比柴油車還安全 但當採訪哥提出 為什麼純電和混叉的車不能登輪度了 模擬的首先問了是誰的輪度 採訪哥說 是你們直屬管轄的輪度 然後模擬的就說 那就不能上了 是為了安全 就是萬一給輪度弄著了 就上熱搜了 採訪哥很疑惑地問 那到底是安全還是不安全 回答的更奇怪了 自己開就安全 出問題了發現冒煙 跑快一些 不會有什麼風險 但是就是別影響其他人 最後模擬的另一個人又說 要對電動車有信心 如果覺得現在不夠好 就應該努力去造一個比他更好的 而不是指責他 最後採訪哥說 真的是跟正常人不太一樣 對於公交公司因為缺錢停運的問題 有人質疑 事實上保定也不像是很缺錢的樣子 在2月份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他們就明確表示 今年計劃實施省重點項目676個 總投資6658億 我估計 解決900萬老百姓的出行 幾個億應該就差不多了 那跟6658億相比 不過是九牛一毛 為什麼有人就是不願意去處理呢? 還有人分析 保定市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統計公報顯示 去年全市生產總值實現3880.3億元 比上年增長3.8% 全市人均生產總值為42317元 比上年增長4.4% 從正常情況看 保定是有一定實力來支撐公交運營的 公交信工 事關公益 公共服務 公共產品等都不能出岔子 否則就容易影響公眾的切身利益 有人也不解的說 挺意外的 保定這麼窮嗎? 還有人說 這是公交公司的苦肉計嗎? 保定路邊車位都是他們的 按說一年收的停車費應該不少吧? 有遠見的網友憂心表示 這可能只是開始 政府沒錢了 第一個影響的是公共運輸系統 之後還可能慢慢蔓延到教育和醫療系統 而且保定在河北11個地級市中 財政收入規模第四 他都不行了 其他財政收入更差的城市 情況恐怕更加不樂觀 另有網友感嘆 保定很多公交線停運了 這只是開始 以後會有越來越多的城市公交停運 會有越來越多的城市路燈不開 沒錢了 國內的公交停了 公務員工資欠了 可外國來中國的留學生的補貼還在大量發放 真的有擔當 也有專家表示 城市公共交通依賴財政補貼 地方財政補貼不到位 公交公司就很難填補收支缺口 員工工資發不出 社保交不上 車輛保險沒錢買 選擇停運只能是無奈之舉 河北省內 保定市對土地財政依賴度比較大 近年房地產市場的不斷萎縮 令賣地收入下降 對當地政府可用財力有一定衝擊 保定市的這一困境並不是個例 2022年 中國31個省市地方財政全面虧損 連最有錢的上海市政府也出現赤字 地方政府都面臨著收入急劇收縮的問題 究其原因 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克雷格·辛格爾頓認為 維持新冠清零政策的高額成本給中國經濟帶來了破壞 使中國的公共財政陷入混亂 2023年 中國經濟更是哀鴻遍野 外貿訂單流失 消費低迷 工廠倒閉 員工失業 政府的稅收將大受影響 而房地產每況愈下 令高度依賴土地出讓金的地方政府財源急缩 還有 中國政府的各級官員皆舉債發展GDP 贏得了政績賺足了銀子 然後升官走人 留下的卻是巨大的債務無底洞 政府今年1月公布 中國顯性債務已達約38萬億元人民幣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月份表示 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已從去年的57萬億 一口氣大增至破紀錄的66萬億 據彭博社報導 中國地方政府未來5年內將面臨到期紅分 近15萬億元人民幣的債券將到期 佔其債券余額的40% 掙不到錢了 要還的債又超過了負荷能力 這就是中國政府現在面臨的現狀 所以 對於地方債務 當局曾多次表態中央財政不救地方 今年1月 財政部部長劉坤喊話 下一步將進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預期 財政部發布的一份公函也強調 對於地方債務 執行中央不救助原則 誰家的孩子誰抱 這樣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越來越尖銳 中央政府逼地方政府自己解決財政問題 但是地方也在倒逼中央政府 我沒錢躺平 如果逼的沒辦法 很多開支不做 例如這次上了熱搜的保定公交車停擺事件 還有教師薪水不發 公務員降薪 警察沒發薪水不能出勤維穩等事件 不是正在發生著 就是在準備發生的路上 保定市公共交通停運事件不是個案 此類事件在全國各地陸陸續續都有發生過 去年7月 廣東 伯羅城鄉公交出現6條線路停運 同年8月 湖南磊陽8家公交企業聯合聲明 因為經營困難導致發不出司機工資 計劃在8月25日停運磊陽公交 8月中旬 河南韓城公交也曾因發不出司機工資差點停運 安徽省太湖縣公交公司去年底也停運數日 還曬出交不起電費的欠費單 遼寧省建昌縣的一部分公交線路 自去年12月起停運 2月中旬才表示恢復 今年2月10日 陝西蒲城政府網上 有市民反映縣城公交停運 給出行帶來不便 從蒲城東火車站到縣城的公交也沒有 都是出租車 原來2塊錢的事 現在得10塊錢增長到5倍 蒲城交通運輸局則回應稱 因疫情影響 公交公司近年來虧損經營 導致縣公交暫時停運 2月12日 黑龍江墨河公交公司也發出公告 稱決定2月15日暫停運行 現在車輛貸款還不上 員工工資發放不了 充電裝電費以及員工養老保險交不上 我公司已無力承擔老百姓出行公益性民生問題 面對經營困境 一些地方選擇及時止損 停運部分線路 今年以來 安徽富陽 廣東潘徐等多地停運了部分公交線路 雖然有部分公共交通迫虛政府壓力 恢復了部分運行 但有民眾擔心 這些公交公司只是在政府的高壓下勉強運行 在不久的將來 還會停摆